身穿迷彩上衣扎起馬尾 抓住榴彈炮把手體驗射擊 一轉身當起棉花糖老闆娘 做棉花糖給小朋友們 武黨籍新北市板橋區市議員 候選人李婉玉 搭上烏鱷戰爭的議題 舉辦勇士體驗營 選舉當前候選人不只走進市場拉票 選區內的小朋友們也得顧到 畢竟家長選票一樣重要 人被車擋住 這總看得到了吧 比人還高的充氣氣球 一樣站路口揮揮手 同樣是板橋選區的 民眾黨市議員候選人吳達偉 用氣球吸引目光 大家好 您好看 我操作市議員 戴起余法姑站在路口 用英文打招呼 民眾黨台北市議員候選人林真語 也沒有跟著母雞爬爬燥 而是支撐站路口和民眾零距離互動 因為其實母雞 她必須全台北市都跑 我們每一個不同的小雞們 我們就要努力的爭取大家的吸睛度 所以我們就會在一些裝扮上 或者是說你看像我們這些號碼等等 我們就會用的比較誇張一點 你唱我和看起來真的很陶醉 鼓手吉他手再加上男女對唱 你沒看錯 這不是歌手的演唱會現場 是竹北市市長候選人鄭朝芳的競選活動 沒有黨內母雞來站台 立委高嘉瑜用歌聲合體 鄭朝芳 選區在年輕家庭很多的竹北競選行程 總要不落俗套 沒有黨團聲勢浩大的站台活動 無黨籍或小黨的候選人各出其招 用親民形象吸選民目光 TVBS新聞綜合報導